这場势 影战已经启出来了 你的妹妹静到小 只是摄入了皮肉 并没有伤及内脏 你已无的碍 真是吓死我了 我那个妹妹呀 总叫人不省心 给谁一添麻烦了 美人的事 我从来不觉得麻烦 沈依是不觉得我麻烦 还是我妹妹 你还真问住我了 你们姐妹二人各有风情 何必非要分个谁胜谁略呢 就算是姐妹 在同样仰慕的男人面前 也还是要比一比 在她心中的分量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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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没事 但神医说了 曲针还要一会儿 你在外面等我就好 我好 外面应酬 我看神医也厌烦了 小女子擅长调香 不如给神医虚一落 帮神医捏捏骨 如何 你可真会调香啊 几种普通的香料 让你这么一调 这味道真是独特 是神医的香料好 想来我那块沉水潭香木 神医必定是看不上了 你那块成色也不错 就是小了点 我这儿倒是有一块 有半大孩子那么大 成色比你那块好多 早就提问 神医喜爱搜罗奇珍易宝 真心药材 有许多藏品 世间只此一份 不知 谭香是否有眼赴一关 真奇一宝夸多的是 但只此一份的却是不多 不知道香香姑娘 指的是哪一间呢 自然是武林中 九福盛名的挂剑草 据说有了它 就算周商林死的人 也能七死回生 挂剑草确实很难得 但并不是传说中那么神奇 原本我倒是可以 姑娘给你看的 但是前段时间 我那藏在了一个稳妥的地方 仅要看了 还需要下一些公路 就我 不 你刚才已经吐过一次响了 有意思 吐一口血 胸口开一朵花 这是什么样的邪门毒物 来人呢 把他踏到药炉 是 我没有银子 若是旁人给再多的银子 我未必肯治 但是今天你很走运 我一定要把你治好 太子 好 妹妹不去照看自己的影子吗 她服的应该是自己带的毒 自然会有解药 什么时候鬼化城的规矩改了 影子也能有解药 你的影子可真傻 愿意舍命 帮你完成任务 那他 他不会真的有事吧 不如我们分工 你去照看你的影子 这一挂剑草 就交给我好了 来 少妹妹 在这儿等着被抓吧 这什么味道啊 白木香 还有铁锈器的味道 这是主子要取的东西 挂剑草的味道 挂剑草的味道 这是主子要取的东西 白木香 铁锈器 对 不对 不是香楼的味道 不是香楼的味道 师父正在救人 你不能进去 我是五毒教的 这种毒我认识 让他进来吧 我只是想救人 不想让教主知道 我泄露五毒教的秘密 你出去吧 是 你不希望将心相应该 你的双架 我得喝 你不喝 我都吃饭 你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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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我得喝 你不舒服 我得喝 你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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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无法阻止毒气的伤身 那他会死吗 你不是五毒教的吗 你没有解药 我没有 我只是在护法那里听说过 其实此处可解 我有一株新塑草 正好与他相克 只不过 要冒一定的风险 那就劳烦沈依 我先去看吧 他命无足够 他不该死 他不死 你就要死 可是他跟你素不相识 却尽心尽力地在救你啊 先把他扶起来 你们是什么人 痛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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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pp?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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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signer